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Mamacatch的安装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Mamacatch的一些常用命令 好,下面我们开始 Mamacatch它的命令分为几组类型 一种是存储类型 一种是读取 再一个就是状态 状态以为用来监控我们的Mamacatch服务器 对吧 而它的命令一般就是一个command 然后再加上一个key 然后加一些标志 然后再加一个过期时间 再加一个字结束 这是它的这个命令行端的这个存储命令的这种命令格式 来,我们举个例子 好,我本期现在应该是开车 Mamacatch的 端口应该是1211211 来,我Tanet一下连向我们的Mamacatch服务器 这样我就连接上去了 好,那我现在来尝试一个 首先我使用Size的命令在这个扣端来保存我的这个 一个换存 Size的话,如果这个key已经存在 它就会更新这个key动用的这个值 来,我加入set name 我加入set name 然后 一个存储过期时间 第四 第三个数字 是表示这个 我存储的这个值 四个字节 而我存储的这个name 对吧 那我通过get 我就可以获取到它的value 而如果 我们只想要只有数据不存在的时候进行添加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set 可能就不行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用我们的这个add命令 add的使用跟set是一样的 然后0065吧 就拿6吧 往5 这是6个字节 对吧 看 然后我再添加一个 username004 李4 李1 你看 这个时候 因为我这个username已经存在了 那么 它就不会再存储了 因为这个add命令 只有当这个数据不存在的时候 它才添加 而如果 我们要当 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数据存在 我们想替换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必须要使用我们的这个repress repress的命令使用起来即平常是一样的 看 这个时候 getusername就是李4了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存储 那我们刚才已经知道如何从缓冲中后续数据了 直接使用get的命令 对吧 好 我们如果要删除一个缓冲中的数据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直接使用delete 那他已经删除了 假如 我删除一个不存在的 你看他发现他反而说no found 我们就可以看到 删除一个已经存在的鉴质和不存在的记录 可以返回不同的结果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存储 以及删除 我们刚才也看到我们要如果要读取数据的话 我们直接使用get 然后用一个key名字就行了 但是 我们 还有一个不太常用的命令 就是我们的get get命令比普通的get命令都返回了一些东西 来 来 我们 nate 好吧 看 我们刚才get的时候 是返回了value nate 04 然后直 end 对吧 这是我们的get 然后看我们的get 是不是比他多了 多了一个数字1 对吧 这个数字可以检查数据是否发生变化 当key对应的数据改变的时候 这个多反映的数字也会改变 来 假如我repress一下 我换成理4 然后我再guess 这个nate 哎 发现确实这个数字已经变了 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的1已经变成了4 我们还有一个不太常用的命令 叫做 cas 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check and set 只有当最后一个参数 和get所有获取的参数比较时成了存数 否则返回已经存在 那 例如 我cast一个user name 然后你 我要存一个bug之间 看他说error 我先set一个user name 然后我再开始user name 他直接提示error 好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个memcache端 用监控使用的这个 这个命令叫做stats 这个命令我们就能获取到当前这个memcache 他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状态 对吧 看首先这个pid pid的话 这个是进程id 对吧 uptime 表示开机以来的这个 这个服务开机以来的这个时间 然后这个time就是我们当前的时间 version就是我使用的memcache的版本 1.4.20 还有我这个lip1文字 他的版本 对吧 然后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的这几个 Cmd get Cmd set 我们要注意他的使用次数 让开get hit get丢失的次数 我们就可以知道memcache的命中率有多高 然后如果当我们的命中率比较低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这个缓存 我们是不是配置的这个合理 是不是因为 因为他经常的 把我们的一些快过去的数据给清掉 不太常用的 也就是他的lriu原则导致一些我们以为在缓程中存在 但是实际上不存在了 对吧 我们就要注意这些参数是不是配置对了 所以需要我们去一个一个尝试 那这一 这中间一大堆都是表示命中 流失或者是失败的 对吧 应该类似于这种error 然后 这是我们的这个stats这个命令 我们有时候 还要看我们这个里面存储了多少 我们再有 我们再次 我们再次 Stats Item Stats Item 它 它 如果列出来 我们这里面存储的这个 内容是不是很多 这也是我们经常用来监控Memocache服务器的一个命令 我们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命令 例如我们的这个append 对吧 append就是在现有的缓程上添加缓程数据 像刚才我们set内 然后004 然后里4 是吧 然后我们append 那 你 你 我 我 应该是6 我来贴网5 那 它就会里4后面添加一个网5 来 那 里4网5 有这个prep 有这个append 同样也有这个prepend append是在后面添加prepend 它就要往前面添加了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rncr 跟这个decr 这两个命令 这两个命令呢就是对一个数字的一个递增 对吧 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不长值 这也是我们经常使用的 这也是我们经常使用的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flash 以及我们的这个flashall 我们产用的还是这个flashall啊 该命令 有一个可选的数字参数 它总是执行成功 服务器会发送OK 作为回应 它的效果是使已经存在的这个项目立即失效 或者是在指定的时间后 此后执行取回命令时 它就取不到任何内容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flashall 实际上没有立即释放项目所占用的内存 而是在随后陆陆续续有新的项目 存入实的时候它才会执行 好 这一刻MEMKATCH的常用命令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